老夫人舉著一張椅子 走到一半突然重摔在地 奇怪的是 夫人明明意識清醒 但怎麼怕左半身就像不是自己的 回頭再看一次摔倒瞬間 左腳像是被凍結了 老夫人試著平衡卻一個亮槍慘摔 側著身扶著右腳卻站不起來 飯店人員也看情況不對 跑到一旁的消防隊請求救援 一開始看到他的時候 我是先問他說有沒有需要叫救護車 那他就說不用 那我就蹲下去要幫他做 就是舉幣測試 那發現他的另外一邊 他的左邊是沒有辦法把手舉起來 那我就判定他應該是腦中風 17號下午3點多 老夫人到已經停業的金華城 搬取飛715回家 之前還經過消防隊 也在飯店前放下桌子休息一下 沒想到再次搬起往前走 卻突然急性腦中風 我們現在先測試一下你的微笑 你說1 先請患者說 1測試嘴角有沒有辦法對稱 第二麻煩患者照念句子 確認口齒清晰 最後請患者舉著雙臂 確認有沒有辦法平行 簡單三個步驟 就能確認是否腦中風 如果是三個小時以內 然後測試有異常的話 我們就會送到適當的醫院 超過時間的話 醫生可能就會評估 他可能沒有辦法施打血栓溶解劑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會造成可能永久性的傷害 索性當時婦人發作時 有好心人及時上前 救護道場確認狀況將人送醫 讓老婦人的傷害降到最低 接著機關紅梅凱婷 台北採訪報導 接著機關紅梅凱婷 接著機關紅梅凱婷